大家好,我是黄光丽 今天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将会介绍一些很常见的 钢琴弹奏的一些所谓的手型 那我特别喜欢讲这个主题 或者是我特别想来介绍这个主题的原因 是因为在我过去的教学经验里 经常有家长或老师 在寻论关于手型的事情 但是我也发现在大家问的这个过程之中 有一些固定的盲点存在 所以我想借由这个短短一二十分钟的时间 介绍一些我们常见的手型 还有一些常见的所谓的误区 先讲第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第一个常见的问题是 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 他们认为手型就是这样子 只要这样子就是手没有站好 只要折纸就是需要立刻改掉的一个毛病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当行弹奏真的愿意来讲手型的话 我们可以找个一二十个不同的手型出来 那只要有办法用这个手型把曲子弹得好听 然后让专业人士能够认可 就是说这个曲子你弹出来 音色节奏各方面 然后它可以处理很多技巧上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手型 那事实上 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手型是像这个样子 手站得好好的 然后举起来弹 可是难道手型真的只有这一种吗? 事实上不是的 我自己在教学上 我更常教学生的手型可能是类似像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家长质疑了 黄老师你这个是不是对手型都不要求啊? 那我的看法是这不叫不要求 是这个就是我要求的手型 那只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放 我们也可以这样放 那差别在哪? 这个我后面会讲 但是这里要介绍的第一个所谓手型的误区就是说 并不是这样子才代表手型 这个一定要再三强调 只要这个方法是很多人用 而且我们可以把琴弹好 那它都是手型 那第二个很常见的误区是 很多老师他会说 我们要先训练高台子 然后呢就出现了一种讲法 就是说 那为什么钢琴家很少看到他们高台子 因为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些钢琴家的视频 然后特别是欧美钢琴家的视频 他们更接近于整个手是像这样的银贴的 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了第二个说法 叫做 他们以前训练的时候 要先这样子训练 等到你是钢琴家了 你就什么手型都不重要 那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钢琴是一个很严格训练的东西 那好的钢琴家一天练起 四个小时八个小时都有 他要求绝对的准度 所以绝对不可能发生一种状况 就是我练琴是这样练 但是等到哪天我要上台了 或者是我变成钢琴家了 我就可以很自由的把我的手随便乱放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时候我已经认读二脉都打通了 怎么放都可以看 一定要强调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平常怎么练琴 我们上台就是怎么谈 所以你看到的所谓这样子放很自然 然后很没有 就是好像所谓很没有规范 事实上这个是需要很有规范的去做的事情 所以得再三强调 钢琴是一个高精准度的一个活动 而且几乎可以说钢琴的要求是所有乐器里面要求最难的一个 所以任何的东西绝对不会有 所以我们练琴的时候是这么练 然后我们上台的时候是这么弹 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然后再下来第三个是 关于弹奏的方式 事实上弹奏的方式我们可以介绍到很多 那现在比较 就是说至少在周围很多老师他们会这样子教的原因 是因为可能他们小时候就是这么学习的 但是这个会牵扯到另一个主题是说 很多新的钢琴的弹奏的一些方式 大概在19301940以后才发生 简单的说像这样什么 手腕不动 然后手臂上可以放个硬币 弹琴的时候硬币不能掉下来 这是克莱曼蒂开始的事情 克莱曼蒂是什么时候的人 他是1800年的人 那那个时候弹琴 有那个时候弹琴的背景 还有那个时候弹琴的钢琴 那个时候的钢琴跟今天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用那个时候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钢琴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场很大的误会 因为如果我们用那个时候弹奏法来弹奏现在的钢琴 我们的音量没有办法弹大 那后来呢 开始到了差不多 贝多芬到了 特尔尼 其实他们的动作还是以手指偏多 那一样 他那个时候的钢琴老实说 跟现在的钢琴还是差异很大 然后弹奏的场合 音乐听各种程度 其实全部都不一样 然后大概到李斯特开始稍微会加上一些手臂的动作 但是他是说加了很多 但是如果和我们现在比起来 其实也没有加那么多 所以李斯特开始 或者是小邦李斯特开始 我们的手臂开始用的很多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算是离工业革命成熟也一段时间 所以各种制造技术都已经比较好 那个时期开始的钢琴 如果我加上手臂 这样子敲下去 那不会有所谓断弦的问题 所以手臂的动作大概是那个时候开始加 那关于钢琴制造与发展 这个我觉得如果有需要 需要另外再讲一个主题 那这个讲下去会讲非常久的时间 但只是要说 19世纪的钢琴跟20世纪的钢琴 跟21世纪的钢琴其实差异是很大的 好 所以等于说 如果你是用车尔尼的那一套方式来弹奏 那你今天能处理的曲目 大概就差不多是车尔尼以前 车尔尼以前 你有哪些曲目可以处理 巴赫 斯卡拉蒂 海顿 莫扎特 顶多加个早期的贝多芬 可能晚期的都已经不太能处理了 那如果你往后要再谈 苏伯特 苏曼 Brahman Ravell Dabuzi 或Ramanino 你要谈这些作曲家作品怎么办呢 难道我再学另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弹奏的时候就有说 OK 我小学一二三年级 我去学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车尔尼那时候过来的 然后这个方法 我可以处理大概一八二零以前的作品 然后呢 小学四五六年级 开始我要学另外一个弹奏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呢 它可以帮助我来处理比较后期的作品 那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也是比较不科学的事情 因为我说了 就是钢琴的弹奏其实是一个很严格训练的东西 那的确我们弹奏的手法会有很多 但是我们 就是在整个手型上 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比较一致的观念 而且这个观念 不太容易去改变它 就是说不太可能说 我弹巴赫的作品 或我弹 弹拉曼诺夫的作品 然后整个观念是改变的 这个倒不会 那顶多我说 我弹奏的手法会改变 好 所以再延续刚才的话题 当里斯特完了以后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 到了Dabuzzi到Ravell 这个时候的钢琴的作品产量比较少 那这是有一些历史上的因素在 但是这个时候 Dabuzzi跟Ravell 他们是法国人 法国人他们的音乐风格 还有他们的钢琴 是一个很独特的风格 他们会强调所谓珍珠般的声音 然后某种程度上 他们所强调的 跟后来俄罗斯乐派 他们所强调的 又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时期的 法国的一些作曲家 或者是一些常见的手指练习 多数都是法国人 因为他们会更强调 比较手指的一些独立性的 一些运动 但是要记得 法国那时候 比如说比较有名的钢琴 像Player 这些钢琴 也就是小邦使用的钢琴 它就是特别要求强调 所谓珍珠般的声音 很颗粒的 滴滴答答的 很轻巧的 然后每个音符都很清楚的 但是其实在全部的钢琴曲目里面 这一类的作品 它占的比重 不会特别高 可能占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所以如果你用法国的 就是那个时期的 法国所流行的美感的方式 去弹奏贝多芬的 晚期纵明曲 弹奏舒曼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狂欢节》 弹奏斯克利亚宾的作品 那可能会 也会有点不太合适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所研究出来的这些弹法 在弹奏一些颗粒性的一些作品上 有特别好的效果 接下来再到了俄罗斯乐派 俄罗斯乐派差不多 也至少他们开始发展 大概也1860以后的事情 从Rubinstein开始的 那他们的音乐某种程度 更要求很长的旋律线条 然后在Boris Berman的书里面也有说 就感觉这个旋律 好像一个乐剧是到这里 可是你弹奏到乐剧结束的时候 才发现乐剧还没有结束 它前面还有一个东西 所以就是你觉得终点在这里 你走过去发现终点不在这里 终点还在前面 你再往前走 发现终点还不在这 终点还在更前面 这是俄罗斯他们音乐的一个特色之一 就是所以他会要求更长的旋律线条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么长的旋律线条 如果使用一些早期的古典乐派处理的手法 会不太合适 因为古典乐派他们作曲的概念 基本上是动机然后发展 他们的旋律线条不会那么长 他们的动机比较短 他们创作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 把这个动机给发展成一个很完整的作品 所以旋律线条的长度通常不会特别特别长 然后甚至某种程度来说 他们的旋律不会特别的美 那你说舒伯特或者是一些俄罗斯的作曲家的作品 他们强调是完全相反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有了一些比较不太一样的弹奏方式 像我刚刚说的手型比较低 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时期以后才开始出来的 因为这样子可以把旋律线条弹得特别的优美 所以像这样子的手型 所以再强调 就是这样子并不是所谓乱七八糟的手型 这个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目的存在 好 那继续再发展下去 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我们所谓Golden Age 钢琴的黄金年代 出了很多很多的钢琴家 一些很好钢琴家都是在这个年代发展 就是出现的 那这个年代是这样子的 就是钢琴的发展非常的好 但是医学的发展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好 所谓医学的发展是这样子说的 就是我们钢琴弹奏其实有很多的动作 有的动作健康 有的动作不健康 那我个人认为 比如说音色的好坏可能是主观 要不要这样谈 其实也是还蛮主观的事情 但是什么样的动作容易导致运动伤害 这个是很科学很科学的事情 而且我们至少可以在医学上找得出一些原因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的发展了一个技巧 叫做亚历三大技巧 亚历三大技巧其实它并不是针对钢琴的 它是在针对整个人体的一些架构 然后在讨论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做那个动作 怎样怎样 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 讨论人体这件事情 而不是专门在讨论弹奏技巧 但是它里面讲了很多放松的概念 然后大概差不多1940 50以后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因为你知道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造成了很多的伤兵 所以外科的手术在这个时候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 他们需要使用很多的外科的医学来处理这些伤兵 所以这个时候这样发展以后导致我们对人体的了解 其实差不多是1950以后才更了解 我们的手有这些结构 我们的骨骼 我们的基建到底是怎么长的 所以这一方面的技巧 有机会我会在另外录制一个视频 就是专门从医学的角度来探讨 为什么有些动作我们可以做 有些动作我们尽量去避免 但是就是大概一个历史的背景 差不多1950以后 我们才开始用比较科学性的方法来探讨手心 所以这个时候大概19501960以后 发展出了很多一些新的弹奏方式 他们的弹奏方式和车尼那个时候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在20世纪中以后的这些方式 他的弹奏方法 大部分我们可以拿到一些所谓的医学佐证 所以在医学上可能这样弹比较健康 所以我们会希望用一些比较健康的弹奏手法 所以当我们在 就是说在 注意到大概所谓钢琴的黄金年代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好的钢琴家 可是也有很多好的钢琴家 其实后来是不能弹琴的 他得到很严重的运动伤害 然后很多钢琴家练到手受伤 然后甚至他可能四五十岁以后 他就再也不能弹钢琴 那这样的钢琴家相当多 所以在1950 60以后呢 这些方法 就是所谓比较健康的方法 逐渐的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钢琴制造的技术又越来越好了 然后 比如说 Bossendover 他的帝王型的钢琴 他这里还又再加了几个键盘 所以就是说钢琴越来越庞大 然后 他的琴弦的张力也越来越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弹奏方法 所以这么一大串的历史如果记不得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整个要讲的概念是说 事实上一个弹奏手法 从19世纪到20世纪 它是一直在改变的 所以如果在21世纪的现在 我们还去使用train的方法 我个人认为会有点不合时宜 因为那个时候的钢琴和现在的钢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你在那个时候的钢琴做得到的事情 在现在的钢琴很难做到 所以在弹奏上我们都希望乐新的方法通常还是会越好 那第二个 乐新的方法这个还有个条件是说到底是哪些钢琴家在使用 目前国际上使用的人多吗 然后更现实的来说 使用这个方法弹奏 在比赛里获奖的人多不多 这个是很现实的 因为如果很多人用这个方法 而且比如说在比赛里面我们都看得到这些手法 那代表这个手法是我们需要去推崇的 无论你喜不喜欢 它就是目前国际间一个所谓主流的美感 那美感有时候也不太有道理 它就是一个主流的美感 那所以我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有人 他去就是感觉就好像一定要追溯到一个弹奏的方法 所以他找了很多是七十八世纪的书籍 车尔尼的书籍 甚至或者十八世纪中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种所谓钢琴教学的一些书籍 然后他就很认真的研究里面 然后他就说 所以根据怎样怎样怎样 我应该要怎么弹 那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这样子做 因为真的那个年代离我们现在很久 举个例子 不只弹奏的手法 美感也差很多 像苏曼的老婆克拉拉 她有学生 然后就是活到大概二十世纪初 然后他们有留下了一些记录 然后记载说克拉拉怎么教他们弹奏苏曼的作品 然后他们又留下她的录像 或者是录音好了 那个时候录像不发达 他们有留下一些录音上的一些记录 但是我认识的一些老师 然后一些钢琴家 就是他们会表示 如果你现在的比赛或考试 使用克拉拉教你的方法去弹书曼 你会被当掉 你没有办法通过考试 你比赛没有办法获奖 那你要说克拉拉弹的是错的吗 克拉拉显然他至少他弹的不会是错的 因为他一定是最了解书曼的人 可是这些美感他是会改变的 所以21世纪有21世纪对钢琴的美感 20世纪有20世纪对钢琴的美感 所以这些一直在寻找19世纪的音乐理论书籍 我觉得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的确就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在教学需要 那钢琴家我们会知道这些书籍 但我们知道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知道这些理论发展的来龙去末 而不是说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理论 然后把那个时候理论拿来教现在的学生 那这个是不太正确的 然后再下来是钢琴的发展在国外 其实他发展的很成熟 甚至单单钢琴的教学 我们就有一个很专门的组别 叫做钢琴教学组 叫Pedagogy 所以这个组别 不要把它跟音乐教育给弄混了 音乐教育是education 他讲的是一般可能初中 或者是高中的一些音乐教育 但钢琴教学组讲的就是在讲钢琴 所以钢琴这个理论他发展已经成熟到了 他不但他的演奏的要求难度很高 精准度要求很高 而且他还可以自己独立的发展出一个 所谓的钢琴教学组出来 那其他的乐器很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组别 比如说我们很少听到小提琴教学组 或者是大提琴教学组 但是在国外申请学校的时候 大概研究生以上 有一个专门的组别叫Pedagogy 那这个组别就专门在讲钢琴教学法 所以现在要讲的一些手型 或者一些弹奏的方式 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研究出来 所以在进去 就是在接下来继续探讨所有的手型之前 我一定要再强调一次 手型并不是站得好的才叫做手型 而且甚至站得好都不代表是这样子 这样子也可以说它是站得好 所以我们对这个名词 一定要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定义 那现在开始我要先 我要开始介绍一些 比较不同的弹奏方式 首先先来介绍一个高台词 那高台词我想不用介绍太多 因为很多老师都了解 这个是怎么做的 他就是反正手指举高 然后什么发力比较快 然后往下弹 那因为这个并不是我自己的弹奏习惯 也不是我的教学习惯 所以白话的说 它不是我的长项 所以我就不再高台词多介绍多一点 但是我来介绍几个很常见 很常见的一些手型 第一个很常见的训练方式 它是这样训练的 那它是这样 比如说我弹大拇指 那我就是这样弹 比如说我用左手示板 它就是像这样子弹奏 那现在弹奏实质呢 在他们训练学生弹奏的时候 他要求的是手臂这样转过来 然后这样弹 那弹奏中指呢 手臂转过来 然后往上弹奏上行一样 动作反过来 这个方法目前在美国地区 有相当多人采用 然后在初级教学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老师 就是我周边的很多老师 他们在教初学的学生 都是用这个方法教的 所以很可能会从小宇宙 巴托克的小宇宙开始 因为小宇宙好像前二十一首 还是前二十二首 大部分都是平行十五度 或平行八度 所以它可能是像这样子训练的 又是像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所以比如说像 他们在讲小宇宙 它可能会像这样子教 初学的话可能还会要求 他至少先分手练习 这个方法练习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因为如果双手弹平行的话 其实它的动作会完全相反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法 它要求的是旋转的技巧 那这个技巧一般我们就称为是rotation 那其实你跟刚才加起来 rotation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技巧的 然后它是这样 它是转过来以后 它手臂旋转 同时大关节这里 它会有一个很快的 这样子往下弹的一个动作 所以 所以你看到我 其实我除了手臂转过来以外 我的手只是一个 很快的速度这样子弹下来 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实际上怎么运用的话 这个有机会再介绍 我这个视频主要是想介绍一些不同的弹法 还有特色 那这样子弹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弹在 至少在医学上 它是一个最 算是最健康的方法之一吧 就是这样子弹奏的方法非常的健康 然后音色本身会很丰富 然后 就是说 起码这个音色是好的 然后音量会比较丰富一点 然后 未来在弹得很快的时候 它可以弹出速度很快 又很丰富的音符 所以是我蛮推荐的一个练习方法 然后一般来讲 学生如果手会紧张 会僵硬 会怎么样 我都会介绍学生去练习这个方式 可以蛮迅速的改善这些问题的 现在要介绍第二个方法 就是 它手会贴得更平 然后呢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 好像 手指这里有个抹布 钢琴上有个灰尘 然后我要把这个灰尘给擦掉 所以它有点像这样子 所以它每一个音弹下去以后 它都会有点像摩擦进来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那这个方法可能是我知道目前现今的多数钢琴家所采用的一个方法 然后有一个朱莉亚的老师 他是这样子介绍学生弹奏的 他是说练习的时候像这样子 然后再把手这样子 所以他是整个平贴 然后只用手指前端的这个关节 最前端的这个关节 然后这样子 这是他的练习方法 那不管怎么练习 他其实他最后的目的就是希望 我的手指每个音弹下去 都有点像摩擦的感觉 那这种摩擦的方法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 因为他可以弹奏出最好的音色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弹琴的需要 需要把所谓的旋律线条做得特别好的话 这个方法是很适合的 比方说 类似像这样子的弹法 所以在这个弹法里面 我每个音右手下去都是这样子 我的左手就很单纯的这样弹下去 那他会造成了一种 效果就是 虽然右手不会比左手明显很多 可是你听起来右手的旋律比较长 右手每个音听起来 他的歌唱性很强 左手听起来就是 音会比较短 然后感觉这个音好像弹了以后 他会 就是他不会引起你的注意力 这是我们透过触键去做到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方法 他特别特别适合 用来处理这种所谓旋律性很强的作品 那比如说像 美国有个很有名的钢琴家 叫Sucker Baba Young 那他自己是 算是这个方法 他特别特别喜爱使用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弹奏 好 再下来 下面的一个方法是这样子的 他跟前面一个方法有点像 他一样手是放得很低很平 但是他更讲究的是 这个所谓的掌关节 就是这个大关节 这个地方的一个弹奏 所以他是用这里把手拿起来 然后这样弹下去 他跟我前面说的旋转是有点像的 因为旋转当我这样子 转过去的时候 其实我下去 除了手臂旋转以外 手指这一段 也是靠这里 去做一个弹奏的一个动作 那这种方法他是这样 他大部分都是靠掌关节 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然后尽量 他会避免单独的一个手指起来 比如说弹 对 那如果是要弹 嗯的话 他会避免这样子的动作 他可能是三个手指头一起起来 这样子 所以他和前面介绍 Rotation其实蛮像的 只是他会更强调 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也是目前很多人用的 如果看一些主要的钢琴比赛什么 小邦钢琴大赛啊 Tchaikovsky 钢琴大赛啊 或者是李兹这些比赛的话 嗯 前几名的得奖者多半 你会看到他的弹奏主要是以到钢琴为主 因为这样子是可以 呃 就是弹奏的速度很快 然后可以很平均 所以呃 是训练技巧的一个很好的一种弹奏方式 那这样子的弹法的话 他有个好处是 他结合摩擦的方式 他可以把这个旋律线给弹得很美 另一个是如果他把摩擦的动作都给 不要 他只是单纯的靠大关节动作 他可以弹出一些所谓很颗粒的声音 所以比如说 然后从这里开始 你会听到这个声音 我现在示范的话 你去听这个声音 你会觉得他好像连奏又没有真的很连 这是我们所谓的非连奏 像这样 他有点连又没有很连 这个是所谓的非连奏 非连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达到非连奏的效果 但我个人最喜欢这个方法 因为他听起来的这个音色是特别好的 那而且会觉得这个音很有分量 然后就是也不能说很有分量 就是这个音听下去 它的音色本身很丰富 然后虽然它是非连奏 但它又有那种歌唱性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用这个方式来弹奏非连奏 或者是多数莫扎特的作品 我觉得用这个方法弹奏都很合适 比如说 像这一串 这一串的音阶如果用这个方法弹奏的话 它出来的声音是接近于 我觉得这个效果特别特别好 那如果我对比我把手弯起来 然后用比较接近高台指的方式去弹 我觉得这个效果听起来并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我很喜欢使用这个方法去弹奏 所以这个方法弹奏的时候 通常它更讲求所谓的掌关节这里的动作 那学生在训练的时候通常初学吧 至少前两年或前三年 会训练它用这里去弹奏 然后它这里已经就是这个掌关节 它已经使用的十分习惯了 这时候我们会再加上最前端指尖的动作 就是弹下去以后 它会有点往内抓的这样子的感觉 好 这也是一种弹法 然后现在还有一种弹法是这样子 它弹奏更靠前端的这个关节 就是最前端的这个小关节 然后它弹的概念是这样 假装声音在钢琴里面 然后这个钢琴就是好像 女高音或是男高音的声带 所以我们需要把声音从里面给抓出来 所以它每一个音在弹奏的时候 更讲求是前面的这个小关节 往内抓像这样子 它和前面说的摩擦是有点不一样 摩擦的那种弹法它接触面很大 而且它经常会造成折止 但是这种折止基本上我们不会去在意它 然后它有点像这样子磨下来 但是这个弹法它不是摩擦 它只是用这个关节把声音弹出来 所以它不太会折止 这个弹法是不会折止的 那我在UHOO上有放一个视频 就是如何训练音色 那那里面的弹法 其实就是在训练这种弹奏的概念 那原则上学生如果能够做到弹琴的时候 都是靠前面这个关节 把声音这样往 就是往我们的方向抓出来 而不是往下扬 那基本上 这个学生他的弹奏的音色 至少不会难听 所以有机会有时间 我建议去参考一下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里面介绍的方法 其实目的就是要训练每个音弹下去以后 会有一个往内抓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方法是这样 它的音色很好 但是它的好和摩擦的那种好又是不一样 它的音色比较像是怎么讲 有点像是比较柔美 然后比较圆润 所以它的声音特别特别圆 然后比如说 如果我弹的 好就刚才那个莫扎特好了 然后一样的这个 他音的这个地方 如果我换成这个方法弹 它听起来比较接近 这是使用最前端关节的弹法 所以现在我连续弹三次 第一次我使用比较接近高台子 然后比较去压键盘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听起来 它的音色我觉得有点太直接 然后第二个方式是 如果我使用是掌关节 然后尽量不要去摩擦 然后弹出飞连奏的效果 第三个是我使用前端的关节 但是我用往内抓的方式 所以我刚示范的三次 如果注意听 你会知道这三次 其实效果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这三次 我尽量控制在一样的力度之上 就是三次其实音量上差不多 所以关于音色 很多人的一个常见的误会 好像是弹大声音色就难听 不是的 像我刚这样弹 我弹了三次其实是一样大声 但是三次的音色不同 所以前端的关节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手法 所以这几个是目前算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弹法 然后你如果去注意一些钢琴家的弹招 或者是上网看一些视频 有机会的话去注意一下 他们是用这里的还是用这里的 还是它是属于比较平的呢 然后是属于这样摩擦的呢 还是属于比较快的动作这样往下弹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观察的一个方向 然后最后再提醒一下 很多人会提到折纸的问题 那我觉得折纸这个也分两个层面来提 来处理 第一个是它的折纸是因为手指没力 然后摊下来而造成的折纸 还是因为它是要做摩擦的效果 所以造成的折纸 那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它的目的是因为要造成摩擦的效果 而变成的折纸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 事实上国外很多钢琴家 你看它弹琴的时候 其实它是会折纸的 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个说法出来了 它是钢琴家 所以怎么弹都无所谓 我们还不是钢琴家 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那还是前面所说的 钢琴是一个很严格训练的东西 所以不可能说它平常训练都不折 然后上台的时候 因为它弹的实在太有感情了 所以突然变成折纸 这个应该是不会发生 所以这个一样 它是一个很特别训练的一个东西 好 接下来是 关于折纸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初学的学生 不要说折纸 应该说弹奏 如果说是一个学生初学的话 我建议可以尝试这个方法 就是使用旋转的这种手法 或者是使用大关节都可以 然后这两个方法 我觉得在教学上比较好 至少是我觉得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而且弹奏其实在音色 在各方面的控制其实都还挺好的 然后另外一个很常见的 跟弹奏有点关系的问题是说 初学的时候到底学生的手腕是高的 还是低的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手心 不过其实我们自己在弹琴的时候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我们的手腕都会偏低 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要做一个乐剧的时候 一个乐剧 通常一个乐剧会是一个手腕的动作 所以它是一组下上的关系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起来 所以手腕在开始 学生开始弹琴的时候 他本来就会有下上的调整 然后甚至从大拇指弹到小指 他还会有 从左到右的调整 比如说我用左手示范的话 他有下上 同时他还有左右 那当我弹到小指的时候 大拇指要不要在白肩上 这个一样 这个有两派说法 这个都有 像Boris Baerman 他认为大拇指一定要在白肩上 可是有很多钢琴家 他是弹到小指以后 他大拇指不在白肩上 这个我觉得都无所谓 就是能弹就好 只是说我们的手腕 在我们弹奏的过程之中 他会一直有这样子的运动 也会有这样左右的运动 所以我个人不太建议 在教学生出学的时候 要求他的手腕都不要动 就是只动手指 这个在后期 弹奏比较难的作品的时候 会有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学生 他从八级以上的考级开始 他会突然觉得很难 因为这些什么手腕不动 怎么样 手腕不动 手臂不动 只靠手指 这些技术 主要都还是在古典乐派的时期 但是古典乐派这个时期 他们本来就是 就是说他们的曲目 只是占了其中的一部分 然后他们那时候 钢琴也比较轻嘛 所以你是可以这样弹 但是当你要弹到 比较庞大的曲子的时候 这样子弹奏是没有办法 满足技巧上的一个需求 所以会有很多学生是这样 他好像很轻易的考过了 前五级 前六级 前七级 可是第八级开始 他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的难 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处理 这个时候的作品 那这个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使用了不正确的技巧 什么叫不正确的技巧 他用的技巧太早期了 就是那个是十九世纪的技巧 那这个我建议说 就是学生弹奏的时候 尽量不要让他什么手臂手腕 都不动 然后只靠手指 这个在未来很难的作品里面 他没有办法跑动得快 那这个视频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